歡迎來到Catamona的美好廚房 我是小潔生 我是Angel 小潔生 我們是一間咖啡公司對不對 你看我今天要跟你介紹一下我們的有機系列而化式咖啡 好 那今天我們要用的 耳化式咖啡 來搭配我們的有機食材 這裡面有三款 一個是中美洲的瓜地麻辣 然後台灣的阿里山 還有哥倫比亞南美洲的 你想喝哪一款 三個都不錯 就台灣的阿里山 好眼光 但是不給你 因為數量有限 不給你啊 所以我們今天來喝 花地麻辣的有機咖啡 搭配我們的 養生中藥食材 特別 當然這個呢 中藥的食材非常的簡單 我會用三種 三種 一個是黃旗 枸杞 跟紅藥 這是我本身自己的 養顏美人的秘密啊 哈哈哈哈 直接沖下去嗎 對對對 你直接沖就好了 好 然後我會用大概是 1000ml的熱水 然後加黃旗 一點點就好 大概五六片左右 然後枸杞也是一點點就好 一把這樣子 那紅藥 如果說你想要甜味比較高一點 紅藥可以換個三五顆都沒有關係 這三個你認識誰 我知道枸杞 它可以明目 枸杞的話 有含大量功夫的維生素A B1 B2 還有它可以降血糖 降血壓 降血脂 很多很大的功能 所以它不只是可以夠外揪 也幫你整身蠱蠱蠱蠱蠱 然後再來就是黃旗 黃旗 對 我跟大家介紹叫黃旗 因為黃旗其實很多像我這種少女 不算其中黃旗是什麼 所以呢 我跟妳介紹一下 黃旗的話呢 它可以增強我們身體的一個胃氣 提升我們的呼吸道 還有我們皮膚的一個防禦力 所以讓我們像現在天氣啊 溫差變化這麼大 你可以喝這個 讓你的身體的抵抗力是好的 對 好了 我們把它拿起來 再來就是紅藥 紅藥其實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因為紅藥的話呢 其實它是一個養顏美容的盛品 像我的皮膚你看 這也很恐怖 你看 美鳩有沒有幫我做美肌 沒有 對不對 還那麼的紅潤 喝紅藥就可以了啦 而且紅藥呢 它可以補氣 又可以養血 或者是像妳啊 能有一點躁鬱的啊 或者是心神不明的 我覺得妳也可以喝紅藥多一點 加多一點 讓妳的氣色是紅潤 好來喝喝看 好 喝看看這個咖啡的味道 有一個枸杞的香味 對 喝看看 除了咖啡的基本表現 像是柑橘啊 紅糖 和可這類的風味以外 它還多了一個甘草的甜味 這個甘草的味道 來自於我們的黃旗 對 黃旗的話呢 會讓這杯咖啡 本身妳剛剛說的那些 風味特色 可可啊 柑橘的味道 在外 它會讓妳的這個咖啡的那個 甘草甜 不會像那種 一般我們印象中的中藥味 那種菜味那麼的重 它反而讓它的回甘味 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喝嗎 好喝 是在hello 好喝是不能大聲嗎 好喝就要跟大家說 好喝 真的好喝 當然 當配上我們的有機耳光式咖啡 剛好是JK 真的耶 好喝對不對 那我有一個問題 給你說 我泡了這麼一小杯的咖啡 但是我還有這麼多的重要品 那這個很簡單 睡下來的 你就可以把它倒到你的保溫瓶裡面 對那一整天你就可以 提神完了 繼續補氣 繼續養顏美囉 讓你的皮膚很紅潤 然後呢 耳光式的有機咖啡 現在也正在優惠中 所以呢 再不搶就沒有了 好 按你慢慢補氣 提神按我 先去搶 對我繼續去搶 好再見 拜拜 那今天的美好廚房 就到這邊囉 拜拜